大家好,我是Renway 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感觉特别的搞笑 如果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也想高兴高兴 你可以听我讲,或者是你也看一看这篇文章 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什么事呢,就是这两天 北京不是在台湾周边地区有一些活动吗 然后七大工业国集团 就是G7他们国家的外长 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然后他们共同发了一个声明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北京你不能这么搞 你应该重视地区和平 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北京这边就生气了 气得不行 然后包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相关人员 还有说了一番话 这我就不说了 最有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驻欧盟的使团的发言人 这个人是谁 他名字我没有找到 反正他说了一番话 人就问他说 针对西方七国 包括欧盟的表态 你们怎么说 然后他说了一番话 整个他这些话很长 通篇下来 你仔细看都很有意思 非常搞笑 这里面我就挑一些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跟大家来说一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什么叫恶 什么叫无耻 如果世界上还有人不明白 请看看 G7和欧盟外长的声明 这就是现实中 万恶无耻的活生生标本 然后他直接说了八个成语 八个成语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什么呢 作恶多端 纠结同伙 变本加厉 万恶之由 助纣为孽 沆瀬一气 直路为马 无耻之极 我觉得他这个话什么意思 他又很有点高级黑的意思 就这个话 你就把这个主语 你简单 简单 你就给他改一下 比如什么叫恶 什么叫无耻 如果世界上还有人不明白 就请看看北京 看看中共 对吧 你就一定会非常明白了 然后这八个成语 直接用到北京身上 一点 我觉得就基本上 是非常非常的吻合 对吧 就是这样 而且我看了 他这八个成语 我觉得虽然 我作为一个理科生 这个语言 词汇不太丰富 但是我也觉得 我很不服气 我也想说这个八个成语 八个成语 来表述 最近这些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大家看看我 这八个成语 说的怎么样 第一个 欺软怕硬 第二个 色力内人 第三个就是 色力胆薄 第四个就是 哎呀 这确实语言能力不行 我相信啊 这个 谢斯底里 然后那个 钱黎 祭穷 然后呢 就是 哎呀 完了 他确实挺厉害 说八个 我在想想 比如说 什么这个 外强中肝 比如说什么 过街老鼠 过街老鼠不算了 确实 咱说不出来 他这八个成语 说的 你看 反正 他说这八个成语以后 我也想了 就很多这个成语 这一时紧张 说不出来了 反正我就觉得 他挺有意思的 说的 然后呢 他又说什么 他说 百年前有八国联军 入侵中国 今天 G7加1又是八方 想搞新八国联军吗 你们以为中国 还是过去的中国吗 你说这话说的 习近平不知道会怎么想 什么叫八国联军呢 想起八国联军 大家会想起谁啊 不如想起大清嘛 对不对 大清 是不是 然后呢 想大清会想起谁啊 会不会想起这个 慈禧啊 对不对 这些 那你让人怎么想啊 对不对 你这是啥意思啊 习近平看了一番话 会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呢 是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些人 你们可能想讨习近平欢喜 但这个事情 没这么简单呢 是不是 在这个时间点 人家怎么你了 你就说对吧 你们这么做不合适 你就把以前的这事 都提出来了 你这是要高鸡黑 还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还说一句话 我觉得 特别搞笑 他说什么呢 证告你们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任何侵犯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中国人必须 加倍奉还 中国人必将 加倍奉还 什么叫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就是按照你们 那个角度来说的话 咱就说一遍吧 对吧 人家都已经 大大方方了 在全世界的 这个注目之下 对吧 坐着飞机 对不对 大摇大摆的 登陆到了台湾的土地上 是不是 然后呢 在台湾 那是该吃吃 该喝喝 该见谁见谁 该去哪去哪 什么事情都做完了 对吧 人家又大大方方的 坐着飞机 又大摇大摆的 人家走了 你们做啥了呀 什么叫人不犯我 我必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哪个哪啊 对不对 这就让人觉得 特别特别的搞笑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 这 就是 他体系里这些人 都是什么水准呢 对吧 就是我总觉得 我总说这些 中共的这些官员 就是拿不上台面 对吧 能力很差 说话的水平也很差 你看 穿着西装 我觉得穿着西装也好 总是有一股土腥味 就是 那个素质和素养 对吧 让人感觉到很搞笑 很愚蠢 你看王毅 对不对 那衣服其实穿的也挺 挺板的 灵带打得很像样 头发 竖的也很整齐 一张嘴说话 就让人觉得 非常搞笑 什么华春莹 赵立坚 就这些人 对吧 就是我感觉 我不是想侮辱他们 就确实是我看他们说话 有一种土腥味 就是拿不上台面这种的 对吧 然后就这些人 在中国掌握了 中国的这些权利 你说这些人 有什么好处呢 反正是 还是那句话 对我们这个创造流量 是比较有好处的 你看 他本来我心思 今天要不要再做第二个视频呢 结果人家 这个 欧盟驻使团 中国驻欧盟使团 发现这么一说 你看 第二个素材不就来了吗 流量也来了 然后钱也赚来了 对不对 就是真的 我这个开玩笑 整体上就说 我在韩国社会 我就接触韩国 很多的企业高管 就中国人说要什么 很多中共 说要造芯片 你怎么造芯片呢 就是我看 韩国的这些 企业的这些高管 人家他是真有素养 素质 学识 见识 对吧 知识 能力 勤奋的那种精神 人家确实是 扎扎实实的 在做事情 而且人家非常低调 你在看中国的这些官员 包括很多一些什么 做企业的人士 一瞅 别说你的技术能力行不行 你就看这个人 做人的这个状态 就差距就已经非常大了 还玩什么搞可惜 搞什么这个技术 对不对 有很多人说 文睿就你这水平 你也出来做评论 对吧 北京人家 对吧 人家在下一盘大棋 人家的那个思路和想法 那是你小小的文睿 所能逼你的吗 就是以前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这些人好像挺厉害 其实我越做评论 我越觉得 这些人的水平 真的 我一般形式也是很低调 真的 真是 确实还赶不上我 但是有人不服 我现在确实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哎呀 但是咱们就再把话讲过来 这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这个状态 大家看到了 最近我前两天再讲 对吧 台湾这次 它整个的国际地域 大幅攀升了 攀升的非常快 就这两天 你就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 是吧 欧盟 英国议会 要组团到台湾来 然后呢 德国也说话了 就是你们要感动台湾 那我们也会有动作 大家应该说话 很强硬 然后紧接这个G7 这个团体 包括欧盟代表 也在讲话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 它这个效应就来得这么快 人家看你 有技术 有能力 有素养 对吧 有原则 是不是 有勇气 对吧 能挺出这么大的压力 对吧 那人家马上就会高看你一眼 人家马上就会靠近你 相反 看到你的对手 又是那么的软弱无能 那么的色力内忍 对不对 外强中干 刚才没错过 八个乘以五 我明明做视频之前 我准备了八个乘以五 忘了 一看你不行 是不是 那人家就更加瞧不起 那么大家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在台湾周围 就会聚集更多的人和团体 政要 然后北京这边就显得更弱 这个趋势呢 就会一点点的朝着这个方向走 像前段时间讲 那台湾可能在未来 会有更多的政要访问 那台湾的外交系统啊 包括蔡英文本人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忙了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 人一样 团体也一样 国家一样 他就看你行 看你强 对吧 看你对手不行 那他就越往你这儿集中 这就是一种规律吧 我看到的是这样 总之吧 我就看到台湾能够有 今天我也是挺 特别替台湾高兴啊 也很希望再尽快吧 能够再去台湾 然后能够去吃台湾那些 非常好吃的那些东西 行 整体上这集呢 就先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